近年来餐饮界吹起的Bistro氛围 多以欧美为主 有餐饮集团就插旗基隆 以奢华的英伦风为主题 搭配各国的传统国菜与经典料理 让人有妙出国的感受 以奢华英伦风打造的餐酒馆 一踏入像是进入另外一个国度 这间店主要风格是走英伦的奢华风 就正红色正蓝色正绿色 这样比较鲜艳的色彩 然后再加上很多的金色金属的装置物 所以它我们打造的是一个 比较英国英式皇家的那种风格的感觉 与世界融合的理念不只在主题风格 还运用在餐点中 匈牙利 德国 英国 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 多达45道的经典美味 就算不出国也能轻松享受欧式美食 像这家餐厅的餐酒馆 它的菜色很多样性 像欧陆的 西班牙菜 意大利菜都很不同 像牛排 烤鱼 独特跟基隆的一些餐馆都不一样 很吸引人 很受顾客青睐的意大利面多达22款 其中的诺马风大水管面 让人尝到茄子与章鱼共舞的精髓 这道料理在意大利的西西列那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料理 意大利我们叫它叫Noma 因为Noma是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一部歌剧 在地人他们吃完这道料理完之后发现 味道的丰富就像Noma一样的那样的感觉 所以就称呼它叫Noma风的意大利面 那里面呢我们是用洋葱 蒜碎 然后酸豆碎 黑橄榄碎 然后做底酱 然后先把它拌炒出风味出来 其实在Noma风的意大利面最主要的食材有三个 其中一个就刚刚已经出现就是酸豆 第二个呢就是章鱼 第三个呢是茄子 所以其实因为意大利其实在欧洲啊 茄子的食用量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实这道菜很有特色是竟然把茄子 然后融入到意大利面里面 对这是当地那一道诺马风意大利面的特色 那这一道呢就是在葡萄牙那边 因为当地也是鱼货量资源非常丰富 所以呢他们也会运用很多的蒜碎 奶油 海鲜 香草 然后去熬煮 这是非常精华的东西 基隆其实这几年啊 这不管在市容的规划 然后在整体的这个很多的商场的建设之下 其实发现基隆的越来越活泼 然后整个城市也越来越有朝气 那所以其实也是因为看上这一点 然后包含它可能也是有蛮多的潜在消费力 所以我们才决定来基隆这边开店 看好基隆近年来的蜕变与潜在消费力 餐饮集团插其基隆 结合运动风 让消费者不出国 也能轻松享受英伦风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